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变成夏娃这样 这个就是说妻子问 你说你人是不是男人身上的肋骨 那先生就回答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妻子说这还差不多 那丈夫就小声地讲 是骨痴 我学活到现在 我也是有一点 有一点误境 女人啊真的是很麻烦 is a bit trouble 什么 trouble is a bit very bit trouble 真的 你人是very bit trouble 你看吗 西藏喇嘛 哪有你的喇嘛 没有的 西藏所有的喇嘛全部都是男的 你的是什么 这是比尼而已啊 就是等于是尼姑啦 他们不能穿喇嘛的衣服 西藏所有的喇嘛全部都是男的 没有你的 你看那个 释迦摩尼佛当初的时候啊 佛陀时代 所有的出家人 一例都是比丘 他们 佛陀讲啊 正法要一千年 正法一千年 结果正法少了 没有到一千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啊 有比丘尼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阿姨啊 要出家 释迦摩尼佛就拒绝她 阿姨你不要来出家 她养她养她的阿姨 她是阿姨养大的 她不让阿姨来出家 阿姨带着五百公尼一起要出家 释迦摩尼佛不准她出家 就是那个诸葛的阿难 那艾米生的阿难 咋啦 让一直求释迦摩尼佛 让这个你的阿姨 跟五百公尼一起出家 你知道一出家就麻烦就来了 正法就不能一千年 只能够很少 好可怜 真的是很麻烦 وہ是很快乐的 蔚太아서 完全じゃ我 ホリ尽我 差不多… encontramos 一闹 帘尼佛 他们 还是 今年 刚